星期四房地美Freddie Mac 公布 30年期房貸的平均利率 仲上星期的7.79%降至7.76% 打破了連續7個星期的常青趨勢 對於面對高榮房價的買家來說 可能是個好消息 但隨著房貸利率的上升 借款人每月的還款額可能增加數百元 準一步加重了他們的負擔 房貸利率和房價的同步上升 逆使二手房銷售連續四個月下滑 星期三美聯儲決定保持其主要利率不變 使得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下降 房地美首席經濟學家警告 美聯儲的決定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 可能會影響房地產市場 而隨著房貸申請量的下降 更多潛在買家開始轉向可調利率貸款 天下環視記者編輯報導